长平之战已经对峙三年了 连坡筑起的壁垒将秦军死死的挡在外面 只可惜遭遇连年大旱 赵国的粮仓里已经连一厘米都抠不出来了 眼瞅着前线几十万张嘴 天天等着吃饭 赵王急了 与其让前线的将士活活饿死 倒不如拼最后一把 正面跟秦决决一胜负 连坡却不同意 他不愿打没胜算的仗 尤其是这一仗还关乎着赵国的生死存亡 看老头儿如此固执 赵盛站了出来 可咱们赵国的最强骑兵却缩在营垒三年不出 跟敌人对着干瞪眼 而你作为我军统帅 只知固守不知进攻 就连敌军的弱点都没打探清楚 我说老将军啊 死守不是办法 开干才有希望 整个赵廷已分为两派 主攻派和主守派 双方吵得是不可开交 就差扯着加士背景去变儿骂街了 赵盛一甩袖子 直接要求更换统帅 他心里有个最佳人选 赵阔 赵阔不仅主战 还自然能够速战速胜 两国对决势在必行 且要一战定成败 何人能胜 勇者胜 好家伙 这一开口 简直跟他爹赵舍一模一样 我与秦军狭路相逢 当时勇者胜出 赵阔对着地图开始侃侃而谈 他打算集结大军 正面与秦军展开交锋 争取一战而胜 两国都是强国 不打永远分不出胜负 而咱赵国是主场作战 天是地利人和齐齐了 此战必胜 赵王跟他说的心事淡淡 却怎么都不敢把国家 托付给这个实战经验为零的小白 只得又将皮球踢回朝堂 让赵阔自己去说服大臣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空谈 赵阔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 出色的演讲技巧 说服赵国满唐朝臣 成为赵国45万大军的统帅 然后率领大军全军父母 在中国反面教材史上 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这货到底说了什么 竟然能忽悠的赵王 把决定赵国命运的力量 交给他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小白 所以我们不妨带着这样的思路 重新随着赵国一起 凭借一张PPT 去拿下赵国最大的招投标项目 赵国上来第一句话 就直接点名主题 他要打闪电战 用兵归在速战速决速胜 原因有二 第一打仗久了失气低落 第二打仗久了消耗太大 久战于败 相差无几 如现在之赵国 若不决断 同有复国之位 赵国的开场白 可以说直接切中赵王的痛点 你不是耗不起吗 我就给你来劲猛药 疗程短 见效快 不吃就得死 当然大家就会问呀 谁不想转手为功 关键是你胜率咋样 敢敢发出来看看 知胜者 知胜之道也 我虽然没打过仗 但是在孙子兵法上 刷到过知胜之法 知可以战于不可以战者 胜 知众寡之用者 胜 上下同愈者 胜 以余代不愈者 胜 将能耳均不愈者 胜 自无者 至胜之道也 紧跟着呢 他又分别运用孙子兵法的 兵士篇史记篇军争篇 来回答其他人的提问 适当的服依补充说明 发言朗朗上口 很有气势 其变幻 犹如天地行云 无穷无尽 若江河湖海 永无枯竭 功 伤 绝 直 与不顾武音 然而 武音之重组变化 却层出不穷 红黄蓝白黑 不过武色 然武色之幻化交融 却令人眼花缭乱 酸甜苦辣咸 不过武味 然武味 其浓淡轻重 却任由妙手调体 而功敌至胜之策 一为正面交锋 二为出奇之胜 其间 风和相声变幻 其中奥妙 非一语 能避之 咱就是说呀 要是现场除了赵国之外 还有一个背过孙子兵法的 场面都会非常尴尬 赵王听着这一堆大词 也觉得很玄乎 就先任命赵寇为将军 让他制定详细的方案 可这赵国换将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秦国 密探告诉秦王 赵国打算转手为功 和秦国硬刚 秦王一听这好呀 要是正面交锋 赵国先前见的壁垒 就全都作废了呗 既然你们赵国换将 那我们秦国也换将 只不过赵国换的是 纸上谈兵的赵国 秦国换的却是 杀神白旗 而且赵国换将在明 秦国换将在暗 秦王甚至专门放出风去 说白旗快病死了 现在秦国最害怕的 就是赵国主帅 换成赵阔 为啥嘞 因为赵阔他爹赵舍 曾经击败秦军 斩首八万 这小子呀 必然得了他爹的真传 很快呀 赵国间谍就把情报 带给了赵王 赵王大喜 可马上就发生了一件 让赵王疑惑不解的事情 你见过这样当妈的吗 儿子刚当上大元帅 他就去找赵王 要是让他统军出庄 那么 白赵军者 必就是他 王上都惊了 你这是亲妈说的话吗 老太太也很无奈 这话确实不是我说的 是孩儿他爹生前的遗言 我知道你们不信 我儿赵获自幼保读兵书 整天和他爹探讨军事 他爹有时候都说不过 解放邻居都夸 我儿是军事天才 我也觉得他长大以后 必然和他爹一样 成为一代名将 但老头在世时呢 却从来没夸过儿子 而且 还特意叮嘱我 用兵之道 关乎生死 库儿却把此事 说的那般容易 日后我赵国 不用库儿为将也就罢了 要是让他统军出庄 那么 白赵军者 必就是他 我虽然不理解 但是大受震撼 正好这两天 不是任命他当将军了吗 我就愈发觉得不对劲 想当年孩儿他爹 每次要出去打仗前 家里的事他就不管了 把王上的赏赐都给手下一分 把手下当朋友 甚至呢 还亲自去伺候受伤士兵 可我儿就不一样了 你一任命他当将军 你可是不知道 给他那个威风的呀 把谁都不往眼里放 吓得手下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而且你赏的钱 他全都藏在家里 还买房买地 赵王一听 心里咯噔了一下 旁边人就纳闷了 你这么黑你儿子 是不是你儿子不孝顺啊 儿子出将入性 哪个当妈的不高兴 可你倒好 跟你儿子仇人一样 专门说你儿子坏话 我还从未见过像夫人这样的人吗 赵阔他妈听了一点也不生气 当娘的谁不希望自己儿好 但我首先是个赵人 然后才是赵阔他妈 孩儿大爹什么人 生前说过这种话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必须得把话烧给我王吧 就在众人尴尬之时 旁边有个小鸡蛋鬼插话了 老太太说的没错 但是我王呢 大可不必担心 这都是赵阔将军的计谋 您想呀 赵阔将军从没上过战场 却被您慧眼食材为以重任 肯定会有人不服气呀 不服气就会乱举报 乱举报就可能坏了大事 赵将军多机智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赵阔将军明明那么完美 却偏要表现得很贪财 这样他就有污点了 别人就不会羡慕嫉妒恨了 而且他爹当年平易近人 是因为他爹功高绝险 容易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是赵阔将军自利浅 年岁小 必须得冲大个 让自己看着牛逼 这样呢 别人才能听他的 这是我耳语你说的 那倒不是 是他前两天喝多了说的 没想到你这当亲妈的 竟然这样说儿子 真是让人心寒呀 这下赵王的心 又回到了肚子里 但他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臣子 早就被秦国收买了 为的就是让赵阔顺利上路 老太太见赵王不听劝 就提了个合理要求 日后如儿 未能达成亡命 我身为秦母 与我儿妻一同 不必收起 竹帘之罪 赵阔将军 真是可怜哪 竟然有这样一个母亲 今天多亏了你啊 险些辜负了赵将军的一番苦心啊 赵阔上任了 白旗也该上任了 寡人将 不计代价助你 你我 君臣将同心 定能夺取长平 白旗要秘密赶赴长平了 他抵达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命令军中严守消息 只要有人敢提起上将军 或者武安军白旗 便一律问斩 第二件事 就是立刻趁着天黑 查看周围地势 备好作战方略 可战神都开始实地考察了 学霸赵阔还在养精蓄锐 开孙子兵法大讲堂 他先听着手下副将 将兵书朗读了一遍 又一时兴起 整了一个随堂测验 刚才我念的是啥内容呀 赵阔十分满意 还贴心的画了重点 这九地里 违地和死地是最要命的 一种是我军被围困 一种是我军陷入绝境 不过各位放心 只要等正式开打 咱攻破它的壁垒 勤军后撤我军追击 就会再向前推进十里 到达那老马岭 到时我们背后靠着自家的壁垒 进可攻退可守 保证没有半点危险 而且退一万步来讲呢 就算我们陷入绝境 兵书上也说了 将士们越是走投无路 越会拼死一搏 甚至呢 还有可能反败为胜呢 所以现在我们要计划的 就是这四十五万大军 该怎么去攻 兵力如何分配 相互之间呢 又如何支援 将军 这些还未谋定吗 本将已怀大谋于凶 赵克决定调十万骑兵 西渡丹水偷袭秦军 他们已经在对面喊话三年了 如今突然被袭击 定会措手不及 自乱阵脚 到时赵军就能掌握全局 连国的老将们都蒙了 偷袭 杀手头 偷完后咋办 没偷到又咋办 你能不能把完整的作战方队 给我们讲一讲 就八个字 正面交锋 随机应变 喂 你这也太随意了 这八个字一旦传达下去 全军就乱套了 看这群老将们不听话 赵阔也没给个解释 反倒下令罢免了他们的职位 还把自己的亲信换了上去 可白旗早就猜到了 他要东渡丹水 不仅背上了新战车 还早已部署了作战计划 就等赵军入套 让火士兵把火烧的旺旺的 让将士们吃好喝好 就在这几日里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关注我看好剧 我在这儿 先行拜谢了